蜗虫属扁形动物们生活在池塘吸流的石块下 或者在海水中 它们刺凶同体体表具有鲜毛 摆动时积水成蜗状 蜗虫最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再生能力 视频中蜗虫被切成五段后 短时间内它就能够复原成原来的体型 靠近头的一侧再生出头 而靠近尾的一侧再生出尾 眼睛大脑等部位也跟着长出来 研究发现蜗虫即使被切成上百段 一两周后每段都会再生出完整的蜗虫 蜗虫为何有这种超强的再生能力呢 原来蜗虫再生的奥妙 却在于其体内有一种散布于全身的全能干细胞 蜗虫的身体被切断后 这些干细胞能够转变成神经肌肉 肠等各种组织细胞 重新长出那些失去的部分 真是一种神奇的砍不死的生物 赵亚虫二仲能力 之火 相当来的 而不然,有個体的皮革的几乎是一被子的身体上返回了 最初是一被子的,5匹墜了 一被子的身体上返回了 但是,那些人都不想回到 到底是什么? 真是一件事,Planaria 真是一件事,Planaria 真是恐怕